主席年代的首映会 好,大家准备奏水 三,二,一 我父母分别出生在1911年和1945年的山东 从年代来说 就是《学省年代》一套电视剧的年代 从他们的出生地来说 我们看到毛泽东主席拿着的那份报纸 这台就有山东两个字 我年幼的时候在《老人家号》中 听过很少一个世纪前家乡的故事 里面有亲切的乡情 但是更多的是 觉醒前的封建落后和贫固的家乡 然后是家乡人民在觉醒过程中的挣扎 到最后终于摒弃了封建习族 同时提升了我们的民族意识 当我们热力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国家进入小康迈向富强之制 我们有必要回顾我们民族觉醒那一刻 我相信有线电视为大家播放的电视剧《觉醒年代》 可以让香港社会 尤其是我们的青年人 对我们民族复兴的旅程 有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 我期待和大家一起欣赏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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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